最近我回來香港 我覺得變了很多 可能我以前中學吃的餐廳 倒閉了西蘭財南街 現在已經不是人住不去 就有點不習慣 還有大家會問 香港有什麼推薦 我會說不出 老闆的壓力很大 簡直你看到現在好像旺角 變了晚上都不是旺角 都沒什麼人走 從六不原業之後 因為疫情就沒有了學生 中途都已經有些 跟外讀書和移民 如果我們這次去不成 很難再一起去 大家好 大家看到我一身 冬天市的造型沒錯 冬天市又出動了 而我今天旁邊 還有由台灣遠道而來的 閃迪奇小迪 你好 為什麼我今集過一級會找你來 其實因為我們出席了一個品牌的活動 你很難得來香港 我當然是抓你一起拍國家級 其實主要是因為你美女 其實我一向都是國家級任務的粉絲 真的嗎 我在台灣經常都會看國家級任務 嘩 謝謝你 幫你一解私鄉之情 對 沒錯 今天我們為何我們有個冬天市的造型 其實我上一次 我就是拿這個造型 然後我就抓街外人聊聊天 我想這個造型是因為那時香港很多人很不開心 甚至乎有些學生輕生 都挺嚴重 其實現在仍然是 那時我想這個造型 我跟街外人聊聊天 大家都很欣賞 但有一樣東西令我挺意外的 就是有個家長寫信 就說見到我跟年輕人聊聊天 帶出他們面對的學業上的問題 那些生活的情況 就覺得很有意思 我的人讚這麼簡單 有人讚我就繼續做了 這是第二集 對 為什麼要找你呢 因為我知道你在台灣 在這個棒球職業隊做啦啦隊 所以你幫人打氣應該特別厲害 虎無人心 對 特別是你的強項 所以想要抓過來一起 就是我們會跟香港人聊聊天 因為最近香港經濟又差 大家都比較不開心 壓力也很大 對 希望跟他們聊聊天 幫他們分休 還有你的一句也比我十句 你是美女嘛 那我們立刻執行這個任務 好 快點訂閱和按鈴鐺之後再看啦 開始之前我先自肥一番 就跟你聊聊天 因為我也想問你 你一個人隻身去了台灣做事 其實壓力大不大呢 OK的 應該是說看環境 就像以前的偶像團體 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你機會不是說很多 但是你人有很多 是不是競爭很大呢 台灣其實都 良性競爭來的 不過現在你入了啦啦隊 反而就 會比以前輕鬆一點 始終啦啦隊都是現在的風向 那你覺得你香港人的身份是 好處還是虧待呢 如果說好處又不是說好處 如果說虧待又不是說好虧待 就是你去台灣 你沒錯是外地人 但是你太近了 現在看韓籍那些啦啦隊 都是 哇 韓國女生很正呀 很有話題呀 雖然我都是外籍 但是他們就會覺得 這個群好像不是很特別 但又有一點特別 但是收到的關注也OK的 因為香港是有女團 但沒有啦啦隊 你覺得台灣做啦啦隊 其實難在哪裡呢 難就應該是難在你怎樣突圍 所以最主要是要突出到自己的特色 那你覺得你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是沒有 其實都算找到的 因為可能以前做偶像 可能就會有一個話題 再加上 因為我是第一個港籍的啦啦隊成員 大家都會比較關注的 但是很多事情都要自己面對 做事上最艱難是什麼時刻呢 其實經營粉絲很難的 越來越好的情況下 你的粉絲會越來越多 但是你也要同時兼顧 一些一直支持你的舊粉絲 那你要 會分薄了他們 會覺得你 他們可能會心情 是 他們是不是比較少理我呢 這些心情是需要顧 但是我都相信大家很乖的 會亂這樣發脾氣的 嗯 那我想問你 你一個人在台灣 有沒有私鄉的問題呢 其實有的 大概幾年前 有可能三四個月 都是會繼續追求這個國家及任務 因為我真的追求你的影片 你出片又快 那內容又貼切現在的話題 那我就覺得不會跟香港脫節 最近我回來香港 我覺得變了很多 可能我以前中學吃的一些餐廳 倒閉了 或者是西洋財南街 是一個行人專用區 現在已經不是行人專用區了 就有點不習慣 啟德那邊又開了地鐵 就覺得 哇 原來這幾年發展真的很快 你現在覺得自己是台灣人還是香港 都是香港人的 都是香港人的 但是就好像 你不熟悉了 沒錯 還有大家會問 香港有什麼推薦 我會按不出的 哦 就是推薦給他們那間東西 撿了你 對 撿了我下次來 哇 原來這東西 可能我三四年前吃過的 現在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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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頗掛著的 但是當你面對他們的時候 你又說不出 很掛著你 因為香港人比較內斂 你很難說 我們來 那些很難說出口的 所以平時回到香港 可能就要遮一些 遮多家人 要不假裝堅強 就是你真的掛著去 你讓他們看 那你有家人很擔心 會的 我會有些東西不說 他們知道的 就是不開心 你已經是女生了 但都要有這面 都要假裝堅強 一定要的 因為怕他們擔心 不是那麼遠 不是說很遠 是小小的遠 那他們有什麼 沒有辦法即時幫忙 他們可能都會不開心 我都很想避免這些狀況 都一定要自己面對 健康 之後這個就很私人的 你對上一次在台灣 不開心哭的時段是什麼 對上一次應該是 前團體的時候 因為我的偶像團體 一定有Center制度 Center這件事 一直都很想做到 努力了四五年的時候 都還沒做到的時候 一直很挫折 因為我 又不是說 可能十幾歲 現在已經二十五歲了 都很年輕 都很年輕 我很想達成一個目標 但一直沒有做到 所以其實 前幾年一直都很挫折 但又不能一直維持挫折 這個狀態 一定要令自己堅強 自己笑 做藝術很避動 有時候有些機會 是別人給你 要自己掌握的機會 但後來Center這個目標 又達成 所以我就 後來都挺開心的 是 OK的 好 當你不開心 你有什麼方法去鼓勵自己呢 有一句說話 我是從我朋友身上學回來的 因為那時真的很不開心 但我朋友他會跟我講一句話 可以幫到你的人就只有自己 令自己堅強的人就只有自己 所以有時候你改變一下心態 你改變一下做事的方式 其實都是會幫助到自己的 因為有時候是人 自己會轉流各自民 不是別人說你什麼 而是你自己一直想一直想 所以其實有些事情 你遇到困難 你就去跨過去 你有什麼衝撲不了的 你就努力突破它 好慘 我看到一個弱質纖纖的女生 被環境所迫要變強大 都是好處的 現在算是進化了 希望如果你下次不開心 你可以找我 不是不是 是找你的粉絲 因為我覺得香港很多粉絲 其實都可以聽你談刷 因為有時候可能 我們失意的時候 粉絲其實說一句是很有用 就像那個學生媽媽寫刷 是是是 他真的令到我 前陣子都做到有些消極 都立即好像有了力量 都真的 好啊 那我和你聊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找香港人 看看他們有什麼問題 好 到我們給他一點鼓勵 好 感謝你 嗨哥仔你好 你好 怎麼稱呼啊 番薯啊你好 那想問問你近來生活如何 你做性行 導演 哇 壓力大不大 有什麼困難呢 很少預算 要你們去做 嗯 要求很多 其實我們做導演 要放棄的質素 其實很簡單 是 一下子就好 但是我們堅持要好的作品 完全明白 就很難啊 你是不是也有這些苦水 有有有有 但是你如果完成了 就很開心 那個滿足感 你明白 大家最後患 是不是拍都難找 都難 還有他們自己 隨便拍些東西 自己放上網 那個成效比你在電視台上更多 你代我說話很好 你找我們拍吧 大佬 我們三人一點 有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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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可以 小滴都可以 台灣來的 挺漂亮的 那你這些問題 你怎樣解決面對 都是自己想 跟兄弟一起做 都是咬著牙關 大家 咬著 都要做 都想做 我想問一些 知名一點 你對上一次 哭是這樣的 不開心哭 幫一個藝人去拍攝 好像周邊的團隊 好像很冷凹 我這個人 我這邊的人 就是不尊重你 對 不尊重 不受尊重 很辛苦的感覺 有時候你的意見 說出來沒有人理 那我說來幹嘛 我為何給你這麼多心力 聽不懂 我們這些是比較艱難 因為好像他這樣說 都不是錢的問題 但有些人不是覺得 錢給我夠多 你鬼可以冷落我 更好一點 但不是你也是覺得 尊重 尊重很重要 除了工作上 其他呢 生活上有沒有問題 其實都可以 因為我又不是在香港 我是溫哥華 嘩 正啊 結婚了嗎 我結婚了 結婚了 那愈不愈快呢 愈快 是不是 愈快 喂 你在街上一定會聽到的 那讚一下你老婆 她不懂得說中文 是呀 越南 但是在她那裡帶 嘩 那就讚一下她 為什麼說你呢 不是 我正 我厲害 你這麼帥 看得出來 就行了 你讚一下她 漂亮 好漂亮 不是呀 讚你老婆 你讚一下她 你讚 她說了什麼 哇 老婆煮東西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很完美呀生活 有沒有一些技巧 可以令到 因為有時候香港人都很大壓力 都熬過的 我都有辛苦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階段 你可能不用賺很多錢 嗯 最重要是要開心 生活下去 我覺得夠了 其實很多我們香港人的 不開心的來自 是 又要想有錢 是的 但又要開心 但其實是要取勝 的確是要取勝 有得才有失 對呀… 小迪你又怎樣 她打氣出來 她的生活都很完美 可能工作上 如果被老闆罵的時候 打算我份量包賣 這樣就不會不開心 就算工作 如果接不到 我覺得少點壓力 開心 對 享受生活 這樣就更好 希望你繼續生活愉快 家庭未滿 兒女就乖 感謝你 你們是看到我們拍攝 主要是看到選地騎 不是呀 就過來吧 看到美女就在那邊看 你們剛剛在外面 不要裝模仿了 裝模仿了 好 那大家捉了你 跟你聊聊 你們最近生活 有什麼不容易 做什麼的 是讀書還是什麼 讀書 讀書 那你現在打算做什麼 有什麼理想 理想 有什麼掙扎 可能是 真的不關讀書事 因為讀書本來都 沒什麼希望 沒什麼希望 沒有那麼大期望 從六不完結之後 因為疫情就沒有了 季節三 我們在中國同班 我打算補班一次 但是因為中途 已經有一些 和我讀書 或者移民 那我自己 都算 其中一個搞手 我認為你也要搞完 大家一起開心 對 那你就覺得好像很吃力 其實不吃力 但是純粹是 因為我們都 年三、年四 如果我們今次去不成 今次出來工作 就會很難再一起去 這個很真實 因為在他們的年紀 其實可能未必是錢的問題 就是這些很珍惜和同學 一起成長的同學 有些開心的時光 是的 我找小滴幫你 因為小滴都是在台灣工作 你都見不到朋友 你會怎樣處理 如果我去旅行的話 你們為一個中間店 一起飛過去 中間店都是比較遠 因為英國和香港 中間店都是土耳其 都比較遠一點 其實我覺得沒辦法 可能都要透過網上去見面 不要覺得又是FaceTime 又不見了 怎樣都見了一次 可以約定 可能五年後再去一次 大家穩定一點 不過中間這個旗 時間一定要多點聯絡 否則很容易斷了 因為有時候我會沒什麼事做 我就會打電話過去 想要做什麼 因為昨天也會打 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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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 因為我就是那些 Ferrider 其實想見一些舊同學 但我又不好意思 就是靠你這些人 去維繫一群人 可能你現在不覺得重大 你可能十幾年後 就覺得其實你是 所有回憶都是因為你而來 希望 那你有沒有女朋友 我沒有 混女兒是不是很難 為什麼沒有女朋友 因為我覺得 很多跟我三個年紀的女生 不要說是否正確 可能她都想是蓄食文化 沒有 你不要假裝老屁股 我們很年輕 你應該是最享受蓄食文化的 既得利益者 我覺得每次拍拖 應該是大家的目標 應該是去到結婚 但是 但是 信不信他 信不信他 是不是這樣的人才去 她都被人欺負了 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有一刻我喜歡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喜歡我 我這一刻是很神聖的 但是很難找 很浪漫 對 很浪漫 我覺得你有這個想法 是女生是覺得吸引的 是啊 我現在聽到 我覺得很順利 最重要是你要堅持 你說的 你是最討厭的粗食文化 不要多單身幾年 覺得 我都吃快餐算了 千萬不要 我最堅持 是 堅持做回自己 因為有時候有時間久了 你很容易 因為可能環境 大家身邊的人 你要改變自己的想法 或者想法 堅持自己的價值觀 大家如果對你有興趣 就inbox我 我就找你們 應該有很多 那有很多帥哥 有很多帥哥 有些不是看樣子的 對啊 不是看樣子的 你都好像那個Faith 你知道有個男團的Faith Faith裡面有個囂張 你很像 是嗎 媽媽的意思 媽媽 動 媽媽今天特別擔心 我以為你說韓國那些 原來是香港以前那些 他說就沒問題 我說就被你打了 好了 感謝你們 加油 感謝 我們很幸運 找到一位 PoTi仔的老闆 喂 你好 你好 小龍 因為我聽小迪哥 有看過的影片 你很厲害 謝謝 我想問一下 現在香港做生意 是不是很艱難呢 給我拖個苦水 其實現在是很困難的 比起我們剛剛開的時候 還有叫做有些遊客過來 但現在是你的人都少 但香港本身的人都不上了 就變成經營環境的困難 老實說 這些飲食業 香港人會比較懂 大陸對比 你一對比 大陸可能有很多人服務你 但香港未必做這個 但我也盡力 就是做回本土的人情味 現在香港慢慢消失這個人情味 小迪奇都說 看到很久沒來的 回到香港看到很多店舖都收拾了 是 是不是租金很貴 當然在業主的部分來說 其實他們降價了 這個大家都明白的 都有降價的 哦 還好一點 都仍然是難頂的 其實你看到現在好像旺角 變了晚上都不是旺角 都沒什麼人走 其實做地鋪 現在最重要是人頭 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如果你人頭少了 生意是難做的 開始會有很多人 拿我們香港和國內美 一邊有比較 我們就可能會順利一點 但是沒有計算 始終香港有香港的份量 大家都盡力 大家一起壓下去 請人的那些有沒有難度呢 如果有本地市場 現在仍然我覺得是容易的 因為大家都沒有公開 哈哈哈哈 請人真的慘 是不是其實做老闆 比做員工更慘 當然了 他們有所沒人出的 老闆的壓力很大 每個月 好像拖羅合彩看的數字 是不是真的 每個月都算 只可以每個月期望 希望今個月生意會好一點 希望今個月可以頂上去的數字 每個月都是這樣期望 我都很吃力 不要緊 我們希望香港人可以支持香港人 這句適合 其實是不是都很難增加競爭力呢 反而我覺得最近我自己去消費吃東西 都看到這些餐廳質素 都開始好一點 增強競爭力 一定要 一定要先做好自己 才有能力去跟競爭競爭 這些做得不行的話 自然就淘汰 那你也要努力去提升自己 希望全部生活都可以這樣做 有什麼鼓勵說話鼓勵同行的人呢 香港人加油 希望大家可以幫助自己香港人 盡量少一些去大陸消費 其實流港消費是不錯的 香港還有一些店舖 你還沒找到 有很多都用心在經營 希望大家支持香港本土經濟 我都知道你很努力拍片 因為我都有看的 那我祝福你 那你的想法爆滿 越來越多人看 足球率越來越高 希望你捱了這個難關 可能之後會好一點 不要緊 香港人的精神就是搞得死 嘩對 有你這句就行了 好感謝你生意興隆 好感謝感謝 好 今天真的感謝小迪 和我一起去安慰大家 但其實和我們聊天 大家的問題 真的什麼都有 可能是生意上的東西 有些小一點的純粹學業 或者是一些愛情問題 很小的純粹也有 但對他們來說 玩人聊了他們是舒服一點 是啊 那就感謝你 感謝你帶我去見識 不是 你美女說得比我好 真的 你也好 我這樣不行 我最後有個願望 因為我們只在這裡安慰人 安慰幾個不行 哦 你是作為台灣啦啦隊 打氣的嘛 是 可不可以教我跳一隻舞 跟全港的香港人打氣 可以吧 可以 金大園呢 可能要請你幫我喊口號的 哦 可以 我跟著你而已 是嗎 我先提醒你 我跳舞也跟著你而已 我不會跳的 正啊 幫大家謀福你 好 來開始 加油香港人 努力加油香港人 加油香港人 努力加油安慰人 好厲害 哇 我大跳的喘氣 我心裡有何時停 喂 好厲害 嘩 真的 叫我喘氣了 辛苦了 最後最後 大家記得follow你IG 多點看你在港面台灣的影片 那你多點回來香港 因為大家都很想見到你 我都想有多點活動 可以來香港和大家見面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來到台灣的台中修制派場 去看忠信兄弟的比賽 跟我們一起加油應援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好 拜拜 好 好